我们今天来北京房啦 所以我们今天是来干什么的呢 是来吃东西的吧 开玩笑啊 我们去逛一逛吧 我们现在先去我们的第一站 是一个特别的地方的书店 其实那家书店是24小时 都不关门的 最喜欢 最喜欢的 这个好就好 这个好就好 好 好 这个好 这里面 Especially 这么好 快双特别吃到 什么 这次里面有去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是我小说最喜欢看的 我有好多的 14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实话就是因为我最喜欢吃蛋汤 所以跟他去比较淡爱好 满足弓的名字是真的 这有点太甜了 你没有感觉没有那么喧闹 虽然他也有很多商悬 但是你给我感觉还是很奇迹 还是有些小店都非常非常有意思 我还有那八折卡 大家没事可以来逛一逛 我觉得在北京房最适合就是 来书店看看书啊 然后吃点小吃啊 约约饭啊 逛旺小店 特别的舒服 尤其是刚刚那家书店的三条 还可以看到钱的 金色特别 有人在那里面 看书真的可以看一整天 其实我还是比较推荐大家 来看这里的夜景 因为假如你在故宫玩了一天 然后到了晚上就可以来这里看看夜景 夜景 夜景听说特别漂亮 我也没有看过 但是 以后会不会来看 然后我们现在就要去吃烤鸭了 我现在饿得不行了 好我想吃啊 我们到烤鸭店 没有 有没有 够了 晚餐 早餐 음악 progress 摔造 黄 videos 小 backed 混在給你 大ゴ 豆 PlayStation 我们吃完了 我真的吃得好饱 而且一吃饱 人的大脑就已经缺氧了 我现在很困困 然后我们接下来要 再继续走一走逛一逛 然后我们接下来要 大家期待吗 反正我现在有一点 有点恐惧 我现在真的 好饱 哎呦 这里是个电影 我觉得很浓浪 在这里面看一场电影感觉会很有意思 这条街真的好难的味道 这个皮型应该挺好吃的 我去买皮型 因为我感觉这个应该挺好吃的 哇 现在在一个咖啡厅的屋顶 然后 小厨 其实我有点饱 但是我觉得还是可以吃得下 这样 我熬你了 又到了我们百元男友的环节了 又要去 用这百元给 你们挑礼物去了 然后我要去书店 挑一本书 这一次送一本书给你们 希望 你们喜欢 那我先去挑 比如我已经选好了 然后我选的是一本 小红帽 原装英文的插画书 然后还有一个 一个很好看的书签 等一下 好 上面写的是 鸟语花香 这个一个金色的 我们的书签 希望你们能够喜欢 我套钱的礼物 然后今天我们这一期Vlog 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有时间 也可以来北京坊 转一转逛逛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